记者洪瑞秦台南报道,对于公民团体今天呼吁82年历史的旧于市场原地保留,市府未明确承诺,回应表示旧原职保存,在运河沿岸选择腹地较开阔的位置保存等各种保存方案进行评估。 市府表示,因原台南于市场用地属中国城际运河新钻地区区段征收案计划开发范围内,依法属可供土地所有权人申请领回底价的接阔,因此市府仅能自今年8月配的作业程序完成后,在依配的结果,有无土地所有权人申请,决定采原地或异地保存方案。 市府指出,尊重文资委员专业审查意见,虽然于市场无文资身份,却从不将其有无文资身份与否,与市否应于保存挂钩,目前保存原台南于市场已是市府既定政策,后续仅有原地保存与异地保存选项,市府不会将其拆,但也不会违背专业意见,竟用文资指定的手段,来阻碍土地所有权人应有的合法性。 亦将持续与土地所有权人进行充分沟通与说明,让文化包存与区域发展双赢。 今天台南新衙协会,抢救台南旧于市场联盟发起牵手守护行动,欲请地主正式旧于市场重要文化、产业价值。 市府应公开承诺在配的作业完成后,若无地主制定,则原地保留于市场,以确保地主为文化保存的付出不致落空。